借记卡可能看起来很好 因为不会花钞或者有高额透支的风险 但是当涉及到诈骗的时候 风险会更高 这也是建议不要把借记卡放在钱包里的原因之一 借记卡可以直接从你的银行账户中提取现金 而信用卡可以让你有时间查看账单 以下这些情况使用借记卡的风险比较高 提醒大家注意 独立的自动取款机 小偷会用各种各样的花招来窃取你的身份 当你把银行卡插进去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窃取到你的信息 如果确实需要现金 最好的方法是到银行里去 而不是在街上或便利店里找 没有安全摄像头监视的自动取款机 是小偷的首选 加油站 在加油之前先刷卡 这样加油站就不知道你的最终账单是多少 因为加油站没人看Card Reader 这里也是骗子的首选 加油站预售权的邮费最高为100美元 钱不会离开你的账户 你不能使用这笔钱支付 直到加油站处理你的账单 酒店 酒店会预先授权你足够的钱来支付你的全部住宿费用 外加额外的押金以防有任何损失 这笔钱被搁置了 所以即使它还在你的账户里 也不能用来支付 酒店不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商业秘密 如果用信用卡 这就不算是个问题 因为你有信用额度 还可以继续刷卡 如果是借记卡 账户里钱少的话 可能就没有足够的钱在旅行中继续刷卡了 租车 就像酒店一样 租车公司也会在你计划借车的时间里 先把足够的钱存起来 这就意味着你的钱在归还并支付之前 基本已经冻结 自住结账 这个情况类似加油站 小偷希望从杂货店的顾客那里偷取信息 他们会在这些地方安装窃取设备 比如自住结账通道 自动售货机等 如果可以的话 这些情况下尽量支付现金 信用卡支付也存在风险 餐馆 在餐馆刷卡结账 如果有人拿着你的卡去其他地方进行交易 那么就会给他们窃取你的信息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 还是用信用卡好一些 如果信息被盗 可以向银行要求退款 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大件商品 如果是购买比较昂贵的东西 比如家具或大型家电 那还是用信用卡比较合适 信用卡更有可能给你退款 甚至可能提供大额物品的担保 当然还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奖励 比如返线或航空里程 自动付款 坚持用信用卡支付经常性的付款 比如电话费或健身房会员费 如果遇到价格变化 或者公司促敲活动变化 你就有时间来解决 如果发生错误 还可能获得赔偿 在线支付 没有一个系统是防黑客的 如果真的成为了网络盗窃的受害者 信用卡可能比借记卡更安全一些 旅行计划 旅行计划如果是提前几个月的计划 最好还是用信用卡 这样即使出了问题或者计划取消 也更容易得到退款 商家可能不愿意把所有的钱都退还给你 可信用卡的话 公司会在这方面帮助消费者